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尽管许多世界领导人表示惊讶 但是从之前某些领袖以及媒体的报道方式看来 也并不完全难以预测它的发生 随着这灾难事件的发生 有各种各样的预言出现 有印度的 欧洲的 中国的预言等等 当然也引发了一波关于圣经预言和末日的问题 而这就是我们关注的 新闻媒体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俄罗斯入侵的图片 以及报道 首先 我必须说明 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 战争都是不应该发生的 任何理由也不能够合理化它 我们需要为那些受难的人祈祷 特别是正在经历着这个灾难的主内弟兄 但是对于这次事件 也引发了基督教界对以西节38章的极大兴趣 有关哥格和马格的争论 这次入侵是否标志着最终入侵以色列的开始呢 普京是马格地的哥格吗 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飞扬在各社交媒体 有些正确 有些完全不正确 今天 我们要关注的课题是 普京是马格地的哥格吗 以西节38章要开始了吗 说到这里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访问这频道的 欢迎来到装备生命 如果你还没这么做的 请你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加入我们新的这个会员区 我们有非常棒的内容 激励以及装备这世代的基督徒 同时非常鼓励以及感谢你的留言 如果你愿意请我喝杯咖啡 我也会非常开心 谢谢 我一直想和大家讨论聊聊 但也一直犹豫着 为了不影响这个频道的正常操作 我在未来会用会员区 或另一个频道和大家分享 有关一些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个人看法 比如基督教新闻 时事等 希望以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 从个人 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圣经视野 分享真理和我们真实的世界 以细节书38章要开始了吗 刚才说到 社交媒体以及新闻报道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有些正确 有些完全不正确 让我惊讶的是 许多所谓的著名牧师或者是网络传道者或者是预言学者 如此错误的看法被如此多的报道 这个预言的争议就是 第一 这场冲突与哥格和马格之战有关系吗 这就是以细节第38章和第39章描述的 末日的全球对抗吗 第二 普京是哥格吗 俄罗斯是圣经中谈到的马格地吗 让我们从真正的圣经视野来看这个课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看看NKJV版本的以细节书38章 其中的争议所在 我们看这个经文 那么中文翻译过来就是 人子啊 你要面向马格地的哥格 就是罗斯 米瑟 土巴的王 发预言攻击他 正是这个翻译引发了关于俄罗斯在末世所扮演角色的争论 根据这个翻译 圣经学者们认为 罗斯听起来也蛮像俄罗斯的 Prince of Roche 罗斯王子 罗斯的王 他们推测罗斯的王就是哥格 所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普京可能是哥格的结论 因为他是俄罗斯王子 如果NKJV New King James Version的翻译是正确的 俄罗斯就是俄罗斯的话 那么现在的俄罗斯所做的任何事情 他的一切动向 我们都应该比平常更加密切观察 而不是把它当成只是一个超级大国 在试捏整个东欧 因为以西节38章是圣经中最显著 还没有实现的预言之一 如果俄罗斯将领导一群国家反抗以色列 那么好吧 我们真的需要密切关注他们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不同一个格是俄罗斯人的圣经学者的理论 事实上超过一半以上的英文圣经翻译 都没有把罗斯当成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名称 我们来看几个版本的英文圣经 还有许多圣经学者用的一个 算是最标准的一个英文版的圣经 KJV 也是把它翻译成为cheat prince 在这些所有的版本中 翻译为中文的话 就是人子啊 你要面向马格蒂的哥哥 就是米舍土巴的祖军 发育员攻击他 这些经文都和NKJV几乎一样 唯一的不同是把罗斯 Rosh翻译为首领 最大的或者是首席的意思 而不是一个国家或者地方名称 原因是罗斯 Rosh是一种普通的常见的希腊文 意思是头或者是首领 西伯来文词语Rosh在旧月中使用了598次 接近600次 而在每次使用的时候 他的意思都是囚长最高层首领的意思 而不是地理位置 他被用来描述好像大祭司或者是一家之主 或者是动物的头动物之首 甚至河的头之类的 犹太新年被称为Rosh Asana 意思是一年的头 在圣经里没有一个地方是把Rosh作为地方或国家名称的 所以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它指的是首领王 而不是指一个国家 也不是指俄罗斯 Chief Prince才是正确的翻译 这个课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多数的教会都在寻找来自俄罗斯的哥格 以及哥格到底来自哪里 遗憾的是 这些著名的教师和他们的跟随者都被欺骗了 更糟糕的是 媒体报道的是这些名人牧师所说的话 Daniel Block 古代希伯来文学者 可能是以希杰书最伟大的专家 他这样翻译 Gog, The Prince, The Chief of Mishai, and Tubbo 翻译过来就是哥格,那王,米舍,土巴的首领 对于希伯来文学者而言 在今天这是最佳翻译的共识 真的是没有好的论据可以推测 罗斯是俄罗斯 因此他们最好的论点不能够成立了 但是那些希望哥格是俄罗斯人的学者 他们又推出了新的论点 这次他们说 那么马格蒂可能是俄罗斯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点是 马格蒂是俄罗斯吗 因为以希杰书说的是马格蒂的哥格 然而绝大多数的古老地图 特别是19和20世纪的地图 显示了马格蒂位于当前的土耳其国家 但是直到20年前 对古代亚述法庭 从以希杰时代的记录研究 才证实马格蒂是在土耳其 马格蒂是逊利亚的合作伙伴 而他们的法庭记录非常清楚的记载了这个事实 但是把马格蒂和俄罗斯关联起来的人 现在又说这些都无关紧要 因为他们争辩说 马格蒂的人从土耳其 经过几百年甚至一千年后 搬到了俄罗斯 然后罗斯是俄罗斯的圣经密码 首先这个解释是非常牵强的 这是解释圣经的正确方式吗 圣经的名字应该由人们迁移到哪里 他们进入到哪里来解释的吗 这绝对不是的 第二点 如果经过通婚散播到全世界去 那么整个欧美都有可能有马格蒂人的基因 包括美国英国整个欧洲 当然这也就意味着马格蒂也就不是俄罗斯了 那么这些圣经学者谈到预言的时候 前面两个论点都不成立了 现在我们再来谈第三个论点 北方的极出是指俄罗斯吗 那些试图以某种方式向人们展示 俄罗斯是预言一部分的 还有最后一根稻草 他们说 上帝说来自北方最偏远的地方 那不就是俄罗斯吗 没有什么比俄罗斯更北的了 让我们来看以西节书38章14到15节 人子啊 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到我名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 你岂不知道吗 你必从本地 从北方的极出率领许多国的名来 都骑着马 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听起来像今天的俄罗斯 是的 那是最北的地方 因为在今天 我们有地图 我们了解整个世界的地理 我们还有地球椅 但不要忘记了 在2500年以前的以西节 并不知道这一点 他不知道北方的极限 他所知道的北方是土耳其 我们知道以西 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北部是逊利亚 北方的极出就是土耳其 诗篇120篇描绘了当时大卫 为了躲避扫罗王的威胁 而逗留在别的地方 诗篇125篇 五节说 我寄居在米社 住在吉达帐篷之中有祸了 我们想一想 如果大卫为了躲避扫罗 而北上莫斯科 那么意思是说他走的路线 逃离的路线 是1500英里 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米社不是在莫斯科 而是更有可能在土耳其 因此 因为哥格是来自马格地 哥格将来自今天的土耳其 那是对一个国家 一个国际的最佳猜测 无论如何都要把以西节预言和俄罗斯 挂钩起来 就是连接起来的 都不成立 其实还有其他论证 但是我认为这三个就非常足够了 那么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哥格是俄罗斯人吗 好吧 既然还没有被揭露的话 那么答案还是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 也许上帝的话语 是我还有很多的圣经学者 所不能及的 但是从最好的圣经注释中 哥格是来自土耳其 也许是在伊拉克北部 或者伊朗 就是在那一带的某个地方 这告诉我们目前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斗争 和哥格和马格是没有关系的 而普京不是哥格 仅仅因为他是俄罗斯人 就断定他是哥格 是不正确的 这可能跟大家在媒体 在社交媒体 在新闻报道方面 被告知的信息相反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希望以上的信息 带给你知识与启发 同时激励你继续探索神的话语 记得点赞订阅 以及分享我们的频道 还有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 谢谢 再见 拜拜